一年一度的校园运动会又到了 小树蛙、狐狸猫、狸狸与麦麦 都有报名参加短跑比赛 到底谁会成为冠军呢? 碰!比赛开始! 狐狸猫、狸狸与麦麦 都十分卖力向前跑 小树蛙则快速地跳跃前进 颁奖时刻到了 第一名是小树蛙 狸狸猫 狐狸猫拿到第二名 狐狸猫则拿到第三名 拿到奖牌的它们都非常开心 颁完奖之后 小树蛙和狐狸猫决定到便利商店买水来喝 看着琳琅满目的水 小树蛙发现有一种水叫做碱性离子水 它很好奇这是什么 难道水还有分这么多种吗? 它把疑惑告诉狐狸猫 狐狸猫告诉小树蛙 其实离子水是用电解的原理制作出来的 电解是一种用直流电通于电解值水溶液中 在两极发生化学反应的现象 科学家利用电解将水分解 发现竟然可以分解出不同的两种气体 小树蛙听了觉得很神奇 水竟然可以被分解成气体 好希望可以自己动手试试看 狐狸猫笑着说 不如我们现在就来做做看电解水的实验吧 它们来到自然教室后 狐狸猫拿出烧杯加入蒸馏水 并接上回纹针 然后放入倒立且装满水溶液的试管中 按下开关 等了一段时间后 小树蛙觉得很奇怪 怎么看不出来有变化 狐狸猫回答 这是因为水本身难以解离 所以加入微量酸、碱或可解离盐类 可以增加水溶液的解离度 例如氢氧化钠或是盐酸等 小树蛙决定加入氢氧化钠 加入后再按下开关 一段时间后 小树蛙发现回纹针两端 竟然产生了气泡 而且两个试管 好像也产生了不一样的变化 狐狸猫很开心小树蛙有发现 他请小树蛙继续观察 两边产生的气体情形 小树蛙发现腹极试管中的液面较低 所产生的气体 看起来比正极还要多 狐狸猫回答 这是因为水被电解后 两电极分别发生不同的化学反应 在腹极端反应为电极 获得电子并产生氢气 正极端电极 产生氧气 并释放电子 总反应式为 水分解产生氧气和氢气 产生气体的体积比例为 氧气1比氢气2 表示负极所产生气体 是正极产生气体的两倍 原来是这样 可是我们要怎么知道 正负极的气体分别是哪一种呢 狐狸猫将正极端的试管取出 以点燃的线香检验 发现线香燃烧更旺盛 可以推测此气体是氧气 而以点燃的火柴 靠近负极端的试管口 则会发出爆鸣声 可以推测此气体是氢气 做完电解水的实验后 小树蛙又开始思考 除了电解水以外 也可以电解其他的水溶液吗 狐狸猫告诉小树蛙 当然可以 我们接着来试试看电解硫酸酮水溶液 硫酸酮溶于水 会解离出铜离子和硫酸根离子 其中的铜离子会使水溶液呈现蓝色 那么在电解之后 会和电解水一样 在两极产生气体吗 狐狸猫将碳棒固定在保力笼上后 置入蓝色硫酸酮水溶液中 并且连接正负极导线 通电后 正极的碳棒上开始冒出气泡 过了一段时间 小树蛙发现 负极端的碳棒上 竟然出现了红棕色固体 而且原本呈现蓝色的硫酸酮水溶液 颜色也越来越淡了 水溶液中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呢 以碳棒为电极 电解硫酸酮水溶液实验中 负极端 铜离子得到由电池负极产生的电子 还原成铜原子 附着在碳棒上 使碳棒重量增加 在正极端 水被电解而释放出氧气 氢离子 电子 实验过程中 碳棒上的小气泡 便是水被分解后释放的氧气 此外 氢离子会使液体的PH值下降 溶液呈微酸性 综合正负极反应 得到以碳棒电解硫酸酮酮水溶液的总反应式为 水与铜离子经电解后 产生氧气 氢离子与金属铜 小树蛙觉得一次进行两个实验很有趣 也对电解的原理有了更深的了解 他很开心地将实验的结果整理成笔记 电解就是一种用直流电通于电解质水溶液中 在两极发生化学反应的现象 电解水与电解硫酸酮酮水溶液的结果比较如下 最后 狐狸猫跟小树蛙说 其实今天运动会拿到的奖牌上镀的金属 也是运用到电解的原理哟 快帮小树蛙想想看 如何利用电解的原理 在奖牌上镀上一层金属呢 答案就在下一部影片中哟